宝贝中文 小朋友,你们看 我这里有一只恐龙 恐龙 哇,恐龙一般都非常凶猛 因为它们有很大的牙齿 很大的爪子 还有很大很大的身体 但是我们今天的恐龙 是我们的朋友 你看,它还在笑呢 这是一只友好的小恐龙 你好,小恐龙 你好你好,小朋友 很高兴见到你们 小恐龙 你的爪子好特别呀 你们看 小恐龙的爪子 有四种不同的颜色 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 这些颜色吧 这个 这是一个蓝色的爪子 蓝色 蓝色 下面这个呢 这是黄色 黄色 这边这只脚 是橙色 橙色 最后这只脚呢 是粉色的 粉色 哇,小恐龙 小恐龙 你的脚有这么多的颜色 真是太厉害了 小恐龙 你会走路 会跳舞吗 哦 小恐龙说 我最喜欢跳舞了 小朋友们 你们要和我一起跳舞吗 好啊 小恐龙 我们一起跳舞吧 红色 黄色 和蓝色 绿色 橙色 和紫色 粉红色 咖啡色 黑色 白色 和灰色 五彩 缤纷的世界 我爱所有的颜色 红色 黄色 和蓝色 绿色 橙色 和紫色 粉红色 咖啡色 黑色 白色 和灰色 五彩 缤纷的世界 我爱所有的颜色 红色 黄色 和蓝色 和蓝色 绿色 橙色 橙色 和紫色 粉红色 咖啡色 黑色 白色 和灰色 五彩 缤纷的世界 我爱所有的颜色 红色 黄色 黄色 和蓝色 绿色 紫色 和橙色 小朋友 小朋友 我这里 有一样东西 这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吧 一 一个方块 一个方块 这是一个方块 方块 我们要用这个方块 我们要用这个方块 来学习数字 你们准备好了吗 你们准备好了吗 一 二 三 三 三个方块 好 好 现在你知道了 我们每次 会多加 一个方块 你们准备好 一起数数了吗 一 二 三 四 四个方块 我这里 每种颜色都有一个 现在 现在 这是几个呢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五个方块 哇 方块 越来越多了 一 二 三 四 四 五 六 六 六个方块 六个方块 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七 六 七 七 七个方块 猜猜 我这里 有几个 一 一 一 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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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方块 八 八个方块 嗯 这次也很多 好 好 好 我手里有几个呢 一 一 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个方块 你们听到了吗 这个声音好像是从这个袋子里传出来的 你们想知道袋子里有什么吗 来跟我一起说打开 一 二 三 打开 哇 袋子里是一只闹钟 闹钟 你们知道闹钟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我这里有一首歌 也许听完这首歌我们就知道答案了 小闹钟 小闹钟 滴答滴答走不停 做事准事要靠它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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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闹钟 小闹钟 不分白天和黑夜 从早到晚不停下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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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答滴答 哇 原来闹钟可以告诉我们时间 还可以叫我们起床呢 小朋友 你也有一只小闹钟吗 小朋友 你知道要怎么在时钟上看时间吗 在那之前 在那之前 我们要先学习认识一下 时钟上的数字 时钟上的数字 我都认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十一十二 时钟上的数字 我都认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十一十二 时钟上的数字 我都认识 我都认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十一十二 时钟上的数字 我都认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十十一十二 时钟上的数字 我都认识 一二三四五七七八 时钟上的数字 我都认识 小朋友 这个闹钟 是什么形状的呀 小朋友 是圆形 方形 还是三角形呢 你们看 这是一个圆形 圆形 这个圆像不像一只大苹果呀 没错 这个闹钟是圆形的 圆形 太好了 那么 在下面的这些物品中 你能找到几个圆形呢 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吧 对啦 你们说的非常好 这些物品里一共有五个圆形 你们都找到了吗 你们都找到了吗 小朋友 你玩过这个东西吗 这是磁力片 磁力片 这些磁力片 这些磁力片是什么形状的呀 没错 它们是正方形的 正方形 你们看 正方形的四条边 长度都是一样的 那么在下面的这张图片里 你找到了几个正方形呢 我们来一起找一找吧 耶 在刚刚的图片里 一共出现了四个正方形 下面这个东西 小朋友 你肯定知道 你看 这是什么呀 对啦 这是一本书 书 小朋友 爸爸妈妈 平时会给你念书吗 我最喜欢看书啦 因为书里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好 那么 这本书 是什么形状的呢 没错 这是长方形 长方形 长方形 长方形的两条边 比较长 另外两条边呢 比较短 所以 它是一个 拉长了的正方形 你们看 它和正方形 是不是挺像呢 好 好 那我们现在记住啦 书 一般是 长方形的 你说的 太好了 那么 在下面的这些物品中 哪些是长方形呢 我们一起来找一找吧 这些物品里一共有三个长方形 小朋友 你都找到了吗 小朋友 你都找到了吗 手指爸爸 手指爸爸 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你好吗 手指妈妈 手指妈妈 在哪里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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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吗 手指姐姐 手指姐姐 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你好吗 手指抱抱 在哪里 在这里,在这里,你好吗? 下一个形状也和正方形有点像 它也是拉长了的正方形 这是一个菱形 菱形 菱形像不像我们春天玩的风筝呢? 在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这样的风筝去室外飞上天空 哇,当天上有好多风筝的时候,真是太漂亮了 好,那么我们再来一起找一找 好,在下面的这些布屏里,有几个菱形呢? 真棒,小朋友,你们都找到了吗? 刚刚的布屏里,一共有两个菱形 你做的真棒 下一个要看的形状是 好,那么我会再给你们一张图片 我们再来一起找一找,这个图片里一共出现了几个三角形吧 耶! 在刚刚的图片里 一共出现了七个三角形 小朋友,你都找到了吗? 你真棒! 小朋友,今天早上,你都吃了什么早饭呀? 哦,今天早上,我吃了一块面包,一杯牛奶,还有一个鸡蛋 鸡蛋 鸡蛋是什么形状的呀? 没错,鸡蛋是椭圆形的 椭圆形 椭圆形像一个长长的圆形 好,在下面的图片里 你能看到几个椭圆形吗? 快指出来吧! 太棒了,在刚刚的图片里 一共有六个椭圆形 你都找到了吗? 哇!这么多的气球 好美呀! 小朋友,你也喜欢气球吗? 你见过什么形状的气球呢? 嗯,你看我们这里有 椭圆形的气球 圆形的气球 还有星形的气球 对啦! 哇!这些气球好特别呀! 星形 你见过星形的气球吗? 星形是心脏的形状 我们经常用这个形状 来表达我们的爱 我们会说 妈妈,我爱你 爸爸,我爱你 好,那么在下面的一张图片里 小朋友,你能看到几个星形吗? 图片里的星形 你都找到了吗? 耶!我们都找到了! 最后一个形状 最后一个形状是五角星 五角星 五角星有五个尖尖的角 它就像夜空里的小猩猩 小朋友,你见过五角星吗? 那么在下面的图片里 你能找到几个五角星吗? 耶!太棒了! 你找到所有的五角星了吗? 这是一个三角星 三角星,三角星,三角星 这是一个三角星,我记住啦 这是一个圆星,圆星 圆星,圆星 这是一个圆星,圆星 这是一个圆星,圆星 我记住啦 这是一个圆星,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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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住啦 这是一个圆星,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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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住啦 小朋友,你今天学的真棒 这些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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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 我这里有一个小小箱子 箱子上面有好多门呀 一共有几扇门呢? 我们来一起数一数吧 1 2 3 4 5 6 这里有六扇门 这些门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你们想打开来看看吗 好,那你跟我一起说打开 也许我们就能把这些门打开了 一二三 打开 噢,噢,噢 噢,这些门好像锁住了 我打不开 我们要怎么才能打开锁住的门呢 嗯,你们看 这里有好多钥匙 也许这些钥匙就能帮我们打开这些门了 可是我们有这么多的钥匙 这么多的门 哪一把钥匙才能打开这扇蓝色的门呢 嗯,好好想一想 小朋友 怎么才能打开它呢 噢,你们看 这些钥匙和门都有对应的颜色 或许这把蓝色的钥匙可以帮我们打开这扇蓝色的门 你们想一起试一试吗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试一试用蓝色钥匙打开这扇门吧 轻轻地放进钥匙 转动一下 哇,门打开了 里面是什么呢 噢,这是一只小狗呀 蓝色小狗 你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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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哈哈,你真可爱呀,小狗 嗯,我们找到了一只蓝色的小狗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别的门后面还有什么吧 好,我们把这个放在边上 这扇门是红色的 红色 那红色的钥匙在哪里呀 没错 红色的钥匙在这里 我们也来试一试打开这扇门吧 我们轻轻地把钥匙放进去 转一下 耶,门打开了 里面是什么呀 哇,原来是一只小老虎呀 小老虎好凶猛啊 你好,小老虎 你好,你们好,小朋友 哈哈,小老虎虽然凶猛 但还是很友好的嘛 小老虎,拜拜 我们一会儿再见 拜拜 好,我们这里还有这么多门 我们再来打开哪一个呢 你们想开这扇门吗 好,那我们来找一找 亮橙色的钥匙在哪里呢 我发现了 在这里呢 好,跟我一起说 打开 来,我就把门打开了 一,二,三 打开 好,轻轻转动 哇,门打开了 这是什么呀 原来也是一个小朋友呀 小朋友穿着蓝色的衣服 和绿色的裤子 他有黑色的头发 黄色的皮肤 跟我好像呀 小朋友 小朋友,拜拜 我们一会儿再跟你一起玩吧 拜拜 看到小兔睡到中午 他们还好吗 唱一首歌 把他们叫醒吧 看到小兔睡到中午 他们好好吗 唱一首歌 把他们叫醒吧 小兔子 好安静 醒来吧 跳起来小兔 跳跳跳跳 跟我来一起跳跳跳 跳起来小兔 跳跳跳跳 跟我来一起跳跳跳 跳一跳 跳一跳 看一看谁跳得更高 跳一跳 跳一跳 跳起来烦恼都忘掉 看到小兔睡到中午 他们还好吗 唱一首歌 唱一首歌 他们叫醒吧 小兔子 好安静 醒来吧 跳起来小兔跳跳跳跳跳 跟我来一起跳跳跳 跳起来小兔跳跳跳 跟我来一起跳跳跳 跳一跳跳 跳一跳跳一跳 看看谁跳得更高 跳一跳跳一跳 跳起来烦恼都忘掉 小朋友,你跳得真棒呀 你真的像一只小兔子一样,活泼可爱呢 我们还有三扇门还没有打开 小朋友,你们想先打开哪一扇呢? 我听到了黄色,对吗? 好,我们先来看黄色 那么,黄色的钥匙在哪里呢? 对了,黄色的钥匙在这里 你们看,我们一起来说打开吧 一,二,三,打开 把钥匙放进去 哇,门真的打开了 里面是 一个棒棒糖 这是什么味道的棒棒糖呀? 嗯,好像是柠檬味道 我最喜欢吃棒棒糖啦 不过,糖虽然好吃,不能吃太多哟 好,我们一会儿再吃吧 好啦,我们还剩下最后两扇门 这是橙色 这是粉色 你们想看哪一个呢? 好,那我们来看粉色的门吧 粉色的钥匙在哪儿呢? 嗯,真棒 在这里 粉色的钥匙 好,我们把钥匙轻轻地放进去 然后轻轻地转一下 耶,门打开了 哇,这是什么呀,小朋友 你们知道吗? 没错 这是一个夹子 夹子 我们可以用它来夹纸 或者食品袋的包装 嗯,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小东西哦 还剩下最后一扇门了 这是一扇橘黄色的门 我们来用最后一把钥匙把它打开吧 一,二,三 打开 哇,里面又是一个小玩偶 这是一只熊猫 熊猫 你们是怎么知道这是一只熊猫的呢? 嗯,因为熊猫有白色和黑色两种颜色 非常的特别 小朋友 熊猫是我们国家的珍贵的动物 有机会的话 你一定要去看一看熊猫哦 它们非常可爱 你一定不会失望的 好了 我们打开了所有的门 也找到了我们所有的小动物和小东西 下面我们再来一起唱一首歌 玩一玩吧 揮个拳拉起手 拉着手走一走 走 走 走一走 下面跟我来一起 门 下一个动作是踢球 为一个拳拉起手 拉着手走一走 踢球踢球踢踢球 太棒了 接下来跟我一起试试蹲下来 为一个拳拉起手 拉着手走一走 蹲下蹲下蹲下来 太棒了 最后一个动作是拍手 为一个拳拉起手 拉着手走一走 拍手拍手拍拍手 哇这里有一只小鸭子 小鸭子你好 嘎嘎你好 小鸭子告诉我说 他带着宝宝们出来玩 结果宝宝们走丢了 是啊是啊小朋友 你可以帮帮我吗 小朋友快 让我们一起去帮鸭妈妈找一找他的鸭宝宝吧 走 鸭妈妈和五只鸭宝宝 走上了山坡过小桥 鸭妈妈妈一看不得了只剩下四只鸭宝宝 鸭妈妈和四只鸭宝宝 走上了山坡过小桥 鸭妈妈一看不得了只剩下三只鸭宝宝 鸭妈妈和三只鸭宝宝 走上了山坡过小桥 鸭妈妈一看不得了只剩下两只鸭宝宝 鸭妈妈和两只鸭宝宝 走上了山坡过小桥 鸭妈妈一看不得了只剩下一只鸭宝宝 鸭妈妈和一只鸭宝宝 走上了山坡过小桥 鸭妈妈一看不得了一只鸭宝宝 都不见了 鸭妈妈和三只鸭宝宝 亚当鸭宝宝 鸭妈妈出门找鸭宝宝 走上了山坡过小桥 鸭妈妈和嘎嘎嘎嘎嘎 五只鸭宝宝 全都出来了 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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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 貓 小貓 喵喵喵 小貓 喵喵喵 小貓 喵喵喵 對啦 狗 小狗怎麼叫呀 望望望 小狗 望望望 小狗 望望望 對啦 小狗 eremos vo 滴 小狗 正 師 言 兵 小狗 子 我的家有一句小狗 它名字叫做Bingo 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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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名字叫做Bingo 我的家有一句小狗 它名字叫做Bingo G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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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名字叫做Bingo 我的家有一句小狗 它名字叫做Bingo GEO GEO 它名字叫做Bingo 我的家有一句小狗 它名字叫做Bingo GEO 它名字叫做Bingo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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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还有一群小母鸡 老爷爷有个农场 农场里有一群奶牛 这里摸摸摸 那里摸摸摸 这里摸那里摸 到处都是摸摸 老爷爷有个农场 这里还有一群小母鸡 老爷爷有个农场 依呀依呀哟 农场里有一群母鸡 依呀依呀哟 这里摸摸摸 那里摸摸摸 这里摸那里摸摸 到处都是摸摸 老爷爷有个农场 依呀依呀哟 这里还有一群小鸭子呢 哈哈哈 老爷爷有个农场 依呀依呀哟 农场里有一群鸭子 依呀依呀哟 这里嘎嘎嘎 那里嘎嘎嘎 这里嘎嘎嘎 到处都是嘎嘎 老爷爷有个农场 依呀依呀哟 哇 哇 那还有一群小猪呢 老爷爷有个农场 依呀依呀哟 农场里有一群小猪 依呀依呀哟 这里哼哼哼 那里哼哼哼 这里哼那里哼 到处都是哼哼 老爷爷有个农场 依呀依呀哟 最后 最后这里还有一群小羊 老爷爷有个农场 依呀依呀哟 农场里有一群小羊 依呀依呀哟 这里面面面 哪里面面面 这里面那里面 到处都是面面 老爷爷有个农场 依呀依呀哟 要 拜拜